你知道吗 一向被我们视为老实人的外蒙古 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老实 他们也曾经试图侵占我们的土地 但是在1947年 被我们的守军狠狠地叫训了一顿之后 他们就再也没敢乱动了 作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蒙古可以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如果网上追溯的话 这里是曾经属于我们的疆域 但是随着亲王朝的崩塌 我们对蒙古的控制力逐渐下降 连年的征战也让这块不毛之地 暂时地被搁置在了一旁 但是当国家有难的时候 外蒙古并不像是其他人一样 试图为自己的祖国建一份力 而是勾结起了沙皇 而在沙皇的支持下 外蒙古暂时脱离了清政府的统治 自立蒙古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 外蒙古自立蒙古之后会历经屠治 让自己境内的人民过得更好 但是事实上我们想多了 独立之后 外蒙古的统治者并没有历经屠治 反而是学起了沙俄的霸权主义 或许是认为自己的领土太小 又或者是他们也想趁乱发一笔哼财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们盯上了我们的领土 北塔山 北塔山是我国和外蒙古西南部的界山 曾经外蒙古在自立蒙古的时候 曾经试图将北塔山纳为自己的领土 但是失败了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不仅没有死了这条心 北塔山还成了他们的心魔 北塔山到底有什么魅力 能让外蒙古如此的惦记呢 很简单 北塔山是骑台前往阿勒泰的重要通道 曾经外蒙古还属于我们的时候 我们没少使用这条通道 所以他们十分的清楚 控制北塔山意味着什么 毕竟一旦将北塔山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就等于是控制了我国的交通要道 这样一来 他们将会在之后的日子中 进可攻 退可守 无论是继续发起自己的侵略 还是想要退守异于之地 都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在1912年的时候 外蒙就在俄国沙皇的蛊惑下 开始对我们进行攻击 在侵占了我们的土地之后 更是嚣张地开始进攻我们的阿尔泰 如果不是当地的百姓士兵 拼死抵抗 那个时候 他的侵略计划就已经成功了 并且在之后的日子中 他们就没有停止过对我国的侵略 外蒙古嚣张的行进 很快就激起了我们的怒吼 为了给外蒙古一点颜色看看 徐树征 带领西北边防军 于1919年直接出兵 将外蒙古熊熊燃烧的野心 尽数扑灭 让他们自立门户的想法化为了梦幻泡影 但是在那个时候 国内的形势并不安宁 西北边防军对于外蒙古的震慑 并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 就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而中断了 我国有一句古话叫做除恶物尽 遗憾的是 因为种种原因 我们没能达到这一目标 当时的我们虽然极大的震撼了外蒙古 暂时掐灭了他们独立的念头 但是当我们离开之后 外蒙古在俄国的干涉下 再次燃起了自立门户的想法 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这么干了 虽然没有获得我们官方的承认 但是他们还是在小范围中 宣布了自己独立的消息 但是因为之前西北边防军的行动 所以这次几乎没有任何人理会他们 后来随着国内形势的日渐严峻 外蒙的事情更加无人问津了 可是他们却不甘计谋 分别在1923年 1933年 以及1938年 对我国领土进行不同程度的蚕食 或者是掳走一个城镇的百姓 威胁他们归顺 又或者是牵占我们的县城 但是随着日本人的入侵 外蒙也感觉到了压力 于是他们在38年之后 就将注意力放在了东方 协助苏联抵抗日本的关东军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苏联在1940年的时候 直接将曾经外蒙想都不敢想的土地 画给了他们 这件事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无数人发起的强烈抗议之下 苏联方面才被迫放弃了这个提议 但是苏联这样的行为 让原本已经渐渐沉寂的外蒙古 再次活络了起来 他们似乎看到了 扩大自己领土的希望 而在苏联的干涉下 外蒙古终于在1946年的时候 完成了自立门户的理想 但是外蒙古的野心 不仅仅局限于此 他们想要更多 而彼时 国内的战乱 也让外蒙古有了可乘之机 于是就在1947年 他们再一次对着我们 露出了自己的獠牙 北塔山 如果不是作为剑山来说的话 可能它不会有今天这么出名 但是和大多数 鸡鸡无名的山峰不同的是 它一定会有自己的名字 而且这个名字 还是一个外国人起的 这个外国人的名字叫做雷纳特 他是一个18世纪的瑞典人 但是一个瑞典人 到底是怎么做到 给中国的山峰起名的呢 原因很简单 他是被俘虏过来的 作为一个瑞典的炮兵 雷纳特很倒霉 他在一场战役中 被俘虏了之后 作为一个珍惜兵种的他 并没有在交换战俘的时候 被送回去 而是成为了一个礼物 被送给了俄国的皇室 在得知雷纳特是一个炮兵之后 俄国方面大为高兴 彼时的他们 正在绘制自己的疆域地图 而作为一个炮兵 绘制地图 可以说是基本技能 于是炮兵雷纳特摇身一变 成为了绘策员雷纳特 几年之后 雷纳特的任务 也渐渐地少了下来 需要他绘制地图的地方 已经不多了 就在雷纳特 渐渐地适应了 俄国悠闲的生活的时候 俄国却将他 送给了中亚的一个国家 在这里 雷纳特再次开始了 自己忙碌的生活 这样的绘色工作 他做了十几年的时间 终于 在一次绘制结束之后 雷纳特收到了一个消息 他可以回家了 就这样 离开家乡十几年的雷纳特 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 和他一起回去的 还有这十几年来绘制的地图 而借着这些地图 雷纳特一炮成名 雷纳特的地图 也成了火遍欧洲的旅行者 必备物品之一 而北塔山的第一次出现 就在这本雷纳德地图中 在这本地图中 雷纳德将这座 原本没有名字的山峰 命名为北塔山 而在少数民族的语音中 这个语音的意思是 数量众多的山峰 而这就是对北塔山附近的 山峰林立这样的地貌的一个总结 虽然在清朝的时候 官方也给了北塔山 一个中西河壁的拜山的称呼 但是最终人们 还是延续了雷纳德地图中 北塔山的发音 最开始的时候 北塔山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山地 但是随着外蒙的独立 北塔山肩上的重担 骤然增加了 直接变成了两个国家之间的疆界 外蒙古也知道 如果拿下了北塔山 就等于是打开了通向我国的通道 于是在经过了一年的准备之后 外蒙古终于等到了机会 彼时国内的战争正激烈 外蒙古认为 边境的守卫力量应该不足 所以他们认为 这次的突袭 应该可以成功达到自己的目的 1947年6月的前后 驻守在北塔山的马西真 发现了不对劲的情况 原本在这个地带 蒙古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兵力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中 负责巡逻的士兵 不止一次地发现在北塔山周围 有蒙古方面的士兵活动的迹象 而且根据这些痕迹推测 周围的蒙古士兵依然在不断地增加 这让马西真警惕了起来 曾经蒙古试图蚕我们领土的事情 他不是不知道 难道他们这次又要开始了吗 马西真不敢大意 他命令自己的手下 做好随时迎战的准备 同时也将这件事汇报了上去 但遗憾的是 在那个时候 蒋介石并没有在意边陆的事情 并且在一些人看来 蒙古似乎无法对我国构成威胁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就在马西真都即将怀疑自己判断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6月5日凌晨 一阵炮声将睡梦中的马西真惊醒了 当时马西真只有一个念头 外蒙古真的打过来了 当时马西真带着士兵 冒着炮火赶到真地上的时候 他发现就在不远处 足足一个营的蒙古士兵 向着他们冲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的马西真瞳孔萎缩 几天前 他就收到立风来自外蒙古的信件 上面要求他在两天之内 带着北塔山的所有士兵和百姓撤离 否则到时候蒙古的铁骑将踏平北塔山 遇到的所有人 而杀无论 但是对于这样的恐吓信 马西真接到的一点都不少 如果不是巡逻的士兵发现敌人的踪迹 他可能也不会在意 但是这一次蒙古人真的来了 而作为从小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 外蒙古的士兵 人人都是骑术高超的战士 他们骑在战马上 快速地向着北塔山的阵地接近 与此同时 一阵轰鸣声从马西真的头顶传来 沃岛 马西真只来得及下达这一个命令 子弹就从他的头顶呼啸而过 马西真没有想到 外蒙古人居然有这样的武器 在我们的情报中 外蒙古人是没有空军力量的 但是从声音中 马西真已经判断出 这是苏联的米格战机 而且不是一两架 足足有五架 虽然马西真早已经下达了命令 但是没有人想得到 外蒙古的攻势一开始就如此的猛烈 在刚一开始交火 我们就有三名战士重弹牺牲 还有好几名战士受伤 很明显 外蒙古想要一股祸气 拿下北塔山的阵地 但是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出于劣势 但是我们 却从未想过后退 一个白眼狼也好意思来侵占我们的土地 中国人是不会答应的 可是奈何敌人的攻击 实在是太猛烈了 借着骑兵的冲锋能力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北塔山的半山腰 此时 在蒙古士兵的眼中 北塔山上的守军 已经只能固守在制高点了 拿下北塔山 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 小看了这个被宋西连气中的马西珍了 早在几天前 察觉到外蒙军队动向的时候 马西珍就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明面上看 北塔山的阵地只是增加了巡逻的班次 但是实际上 马西珍已经带着北塔山的士兵 开始在山上秘密地构筑攻势 并且马西珍充分地利用了 北塔山的神秘特产 石球 在北塔山的山谷中 有一种特殊的石头 这些石头几乎都有磨盘那么大 但是这些石球 几乎每一个都是近乎正球形的 曾经有一些学者试图剖开这些石球 但是石球的内部 要么是一个弹簧形状的内心 要么就是一个中空的孔洞 里面有各种各样远古植物的化石 或许这些东西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但是在马西珍看来 这些东西最大的价值 就是作为防御的滚石 眼看敌人已经到了半山腰 马西珍带领部队边打边撤 一路撤到了自己修筑的攻势中 同时命令士兵们暂时示弱 随着火力的减小 外蒙古的士兵们兴奋地认为 这里的守军已经没有反抗之力了 他们即将获得胜利 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 等带着他们呢 将会是巨石的迎头痛击 眼看他们就要翻越最险峻的地方的时候 马西珍一声令下 刚刚有些藏桌的士兵们 瞬间火力全开 子弹交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 并且那些士兵还将早就准备好的大石头 从山上滚了下去 一时间滚石和子弹成为了阎王爷的索命绳 那些认为自己即将夺下阵地的外蒙士兵 无不惨叫着跌落 而那些处在后方的士兵们 有的只能躲在阎尸后面瑟瑟发抖 有的不顾一切向后撤退 千里之低 溃于乙穴 有了第一个逃走的 就有第二个 很快 外蒙军队就崩溃了 他们不得不撤了下去 而宋西连听了马西珍的报告之后 脸色凝重 外蒙派出了如此强大的力量 他们一定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 于是他果断地调了一个团 加上一个汽车帘 对北塔山阵地进行支援 这已经是他现在能派出的所有兵力了 可是他依然不放心 在宋西连的允许下 他找到了当地的牧民 希望牧民们可以帮助束手边境 虽然牧民们文化程度并不高 但是在中国人血液中的加国大义 他们还是知道的 上百名牧民应征而来 虽然牧民们并不是人人都有枪支 甚至有的牧民还在使用弓箭 但是他们对于当地情况的了解 却给了守军很大的帮助 甚至有些牧民可以通过地面的微微震动 判断敌人的远近 就在牧民们赶到的第二天 蒙古军队如宋西连预料的一般 再次发起了进攻 和上一次的进攻一样 飞机火炮压阵 机枪洗地 步兵冲锋 而有了牧民和援军的我们 和上一次相比 只强不弱 而这一次我们再次击退了他们 可是蒙古军队很明显不死心 而他们的第三次进攻 也不出意外地再次失败了 在之后的几天中 蒙古方面进行了20多次的攻击 但是均以失败告终 在这次的战役中 外蒙方面宣称自己仅仅伤亡了30多人 但是因为他们口中的 这30多人的牺牲 他们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敢再次对我们进行挑衅